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莎 今次和大家介绍曼谷雄登区的发展历史 泰国荧业种类和旅游色情的陷阱 以及提防手法 这段影片纯粹以一个游客角度 探讨这个地方的性文化,并非鼓吹色情 虽知道泰国官方报导 国内性工作者的性病带菌者达至80%以上 你不怕死是你的自由 但从文化角度出发,我很愿意跟你分享 在这个题材所知大量的研究报告 Are you ready? 回顾60-70 年代 在越战中的美军实行了R&R 计划 R&R 的意思是Rest and Recreation 即是休息和休闲 他们可以有一个5天假期到东南亚充电 在邻近国家放假 即是叫鸡 而泰国是东南亚叫鸡最便宜 最多玩法的地方 在这个时候,泰国的淫业 开始发展得非常轻盛 在1969 年,一个退役的美军 在Pet Pond 这个地方 将一间 Tea House 变成一个 Night Club 从此,Pet Pond 成为曼谷第一个雄灯区 这条街慢慢发展到 Night Club Go Go Bar Sex Show 成人 Show 自从1960 年,卖淫在泰国非法 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 Push your hot button 越禁越旺 在60 年代开始,泰国的淫业一发不可收拾 只是一直以来黑白两度的利益分配 令泰国的淫业轻盛起来 泰国的淫业实在有很多元化 我和大家讲一下泰国淫业的种类 第一种是日式的酒店服务 以会员制,最先以日本人为这个目标 因为在70 年代,大量日本公司进驻曼谷做生意 亦住在曼谷 就在 BTS 的 Saladin 站 有一条街叫做水, Tiny Yard 一条短短的街上聚集了几十间日式酒店 你会见到很多日式的招牌 是以会员制和指招待日本人 但随着日本的经济衰落 到今时今日,很多酒店已经打破了这些规矩 不单只招待日本人 其他全世界国家的客人都会招呼 而妓女的质素相当高 价钱当然是最贵 但比起其他东南亚叫鸡的地方,仍然属于便宜 妓女的主要服务内容是招呼聊生意的商家 所以酒店里有 Conference Room, 卡拉OK, Ballroom 令到商家在有女陪的情况下轻轻松松谈生意 而且有些酒店未必可以带妓女出街 所以你问清楚 我有一位做生意的 Uncle 能够讲流利的日文 她跟我说,在全世界帮衬过很多风月场所 她说只有日本叫鸡是最爽的 因为日本的鸡是很有专业精神的 你在其他国家,妓女帮你完事后 她就收钱穿衫走人 但在日本叫鸡完事后,如果未够钟 例如之前讲究是一粒钟 她们就会倒杯茶,跟你谈心事,或者帮你按摩一下 令到客人感觉很温和爽,足够专业 第二种饮业,就是泰国浴, Massage Parlor 一进去这些店铺,你就会见到很大的玻璃箱 俗称叫金鱼缸 这大级楼梯坐满了几十个女人 客人由当中选择,帮你洗澡的女人 她们会带着一些牌 有些是不同颜色的牌,可能红一些 或者漂亮的女人的价钱是不同的 这就是旅游陷阱 你要问清楚,究竟女人的牌不同颜色 会收的价钱是否不同 否则你买单时,那条数分钟会吓你 破解这些方法,就是每一项收费 你都要问清楚,才好去洗澡 我叫你不要贪便宜,可以去环街宅 最好找一间大间门面,光猛一点 一般的服务,大约帮你洗澡 和性交是90-120分钟 服务的内容就是 那些女人脱衣服,然后用对球 和鲍鱼,即是她的阴布 帮你拆匀全身 所以有些有经验的麻佬 她除了选外外 还会看看女生的身材 够不够厉害 还有一种玩法叫做Matte Play 一边洗澡,在一张墊 Matte上玩性爱的招式 好像水床一样 除了洗澡之外,全套服务 和你性交 我不可以用make love 来形容 因为是何爱之友 曼谷的集中地 玩这个massage parlor 主要是MRT 的Huan Kua站 如果我发音不对,请指正 因为我不熟悉这些 我只是做这个资料搜集 Huan Kua站的3号出口 整条街都有这些massage parlor 而第三种色情行业 就是色情按摩 在门口,你会看到按摩师的衣着 是特别sexy的 一眼就看得出 又或者他们有说明 是erotic massage erotic是色情的意思 在曼谷集中地 是BTS 叫Fran Fuan 这一站 Sulham Weeks Law 鎖24,24份1,26行 服务内容大同小异 都是找你的饱饱 或者你的袋 帮你按摩 声称可以增加性能力 之后狗兴你 便性交 都是大同小异 第四种色情行业 叫GoGo Bar 它的名字 来自六十年代 越战中的美军 他们的很流行一跳一种舞 叫GoGo 原来只是跳舞的酒吧 后来在泰国发展 有泰国的特色 就是很多女生在台上跳钢管舞 慢慢就脱衣 色有台下的观众 坐到最前的观众 自然会失钱给台上的女女 叫她们快点脱衣 或者做些极度挑逗的动作 有时有些观众 失得多钱的话 那些女女喜欢 她直接邀请你上台一起跳 当然动作是极度挑逗的 自在搞到现场的气氛 就很兴奋 那些客人失的钱就越多了 不过如果有时那些女女 见到那晚静 她们没什么心机跳 在钢管里 继续引起几下 之后呢 就可能会跳到台下 就适有你 叫你失钱给她 任责任责 如果你不肯给钱 坐在那里养金鱼 或者整晚叫一杯飲饮 你买单的时候 他们会尽用任何方法 令到你买单 原本是几百匹 会变成几千匹 或者一万匹 自己看路 因为色情陷阱 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 破解的方法 就是跟一大群人去 或者进去很多人的GoGoBar 有GoGoGirl 也有GoGoBoys 多数是给相机 或者阿太 喜欢看男人 在台上脱衣 他们GoGoBar 或者GoGoGirl 都会有客人带她出街 如果你带她出街 要给一种 叫做Pay Bar 即是要给钱那间 才可以带她出街 出街多数都是开房 很危险 除了性病之外 还会在酒店 知道你是游客 亂打开你的价钱 去开房 完事后 可能还会被人偷东西 偷现金 手标 手机 名贵相机 都不会放过 我问你怕未? GoGoBar的集中地 就是BTS的 娜娜站 娜娜Plaza 2号出口 Sulhambrick 骰4 或者BTS的阿叔站 骰Cowboy 牛仔行 3号出口 及Pedpoint 一带都有 第五种 就是成人show 在台上 直接性交给你看 当中也有一个 很有名的 叫做Ping Pong Show 主要是 女人在台上 用她的音部 来开汽水 射飞标 吹蜡烛 当然不少得Ping Pong 即是在音部射出一些 打乒乓球 打乒乓球 很多东西 用手做的 是用音部做给你看 其实这是最大的色情陷阱 因为那些Pimp Pimp 即是扯皮条 在门口拉客 不只是男人才看 有些couple 或者整班女生 他都会叫你进去 免费看show 100元 100匹一杯飲品 看整晚的 到你埋单的时候 你会发觉 张单 由一两八匹 变成几千匹 都有的 跟着 Banzer 保镖 大脑就叫你 不给钱 不准走 解决方法 如果你装团好些 你叫导游 识路 带你去看 如果你自由行 你自己就神入了 可以 好了 第六种色情行业 就是出租老婆 出租女朋友 或者伴游 除了性交之外 包养的情况 会相似 有些妓女 因为这样 和客人产生感情 都嫁到外国 有些当然会被变态佬奸杀 而且这种服务 感染性病的妓女 是非常高的 泰国的色情行业 大致是差不多 当中 很多贩卖人口 或者是 喂食那些白粉 或者打他 很黑暗的 当然 泰国在另一方面 旅游 也会有寺廟 阳光海滩 Shopping 和美食 去一次旅行 感染性病 你觉得值不值得呢 所以 我也是选 吃花生 Watching the game 不知你又会怎样选择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的话 不想在我留言 和大家分享一下 记得帮我分享 订阅和like 我们下次再谈另一个话题 拜拜